先游标放在查询名单这个工作标里面 然后把它放在B2储存格 那插入环数的时候呢 用什么用刚刚讲过那个最近使用过的有个康义服 就它 那第一个它问你说你的range 指的说你要查的黑名单 那黑名单的话我就切到黑名单这边 去选取什么呢 选取黑名单的范围 那黑名单范围的话就是从A2一直往下选 那记得之前同学要选往下选的话 通常会这样选 可是因为2万多 你会发现你可能要等多久呢 等很久 然后呢又可能会超过 还没跑到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方法 OK 不要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可能到的时候呢 你又超过了 而且这个数量增加实在太慢了 2万多个到什么时候呢 还没到 之前还有一个老外 为了知道 想要知道以色友里面最下面一列是哪一列 他居然就按着不要放 8个小时之后才知道答案 答案是1048576 更正一下 比方这个方法 那其实 你为什么不感触向下吗 感触向下不就是1048576了 那个老外很好 他还上了新闻 他为了这个事情按住 他就一直按住 这样按 按8个小时 终于知道是1048576 这会不会太 OK 感触向下不就好了 所以刚刚的动作 如果你要选 的话 我交个一招 第一个 range切到黑名单 第二个游标放在哪里呢 先放在你开头的A2 然后配合什么呢 Ctrl Ctrl是方向 Shift是选取 向下 Ctrl Shift是向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整个帮我选起来了 你就不用再整个去做刚刚的动作 那不过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黑名单名称 因为刚刚有建立一个名称 我先把这个名称先删掉好了 因为他会自动找到那个 所以特别重要再做一次 插入函数 range切到黑名单 然后呢 先放在游标 先放在第一个 配合Ctrl Shift 先把Ctrl Shift按住 然后再按向下 不是同时 先Ctrl Shift 向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他就帮你把黑名单的工作表 里面的A2到A的2万多 往下选取 选完之后的话 按一个criteria 然后他问你说 你要在这个范围里面找什么 我要找这个email 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 那就是1 如果没有 那就是0 不就找出来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你把它向下填满 全部找完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知道 1的部分 要留下来 0的部分 不要留下来 你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怎么样 把这个重新排序 排序的话 有多到少 1在上面 0在下面 不过这个方法 我觉得不OK 如果你要排序 他会有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资料里面的排序 那排序的话 你可以针对什么 B栏的部分 去做排序 不过这个不是好方法 因为他资料会乱掉 所以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游标放在B1 资料里面呢 请你用一个功能 一个漏斗 这个漏斗 顾名思义 就是要帮你筛选出你要的东西 有不要放这边 移到这边 筛选之后 他会出现一个箭头 在这边会出现 记得有不要放在B1 你不要放别的地方 不然那个箭头会出现在别的地方 那你就点他一下 他会问你说 你要留哪些 要去除哪些 那你就是 我要留的是1 0的部分不要让我出现 然后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1的部分留下来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呢 这个范围其实就是我们要找的 那你就把这个范围 Ctrl C Ctrl C意思就是复制 或按右键复制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1的部分 那你就把它 再贴到 这边过来 把它贴上 这样子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大概我们主要用的 不过你切回来之后 请你把筛选拿掉 让它怎么样呢 恢复原状就OK了 那所以我把重点提示 1 我先用什么呢 Count if的这个函数 去找到 隔壁黑名单的范围 关键这个Ctrl C的向下 Ctrl C的向下 选取 然后有没有 有的话是1 再来游标放B1 筛选 筛选的时候记得 它会出现一个箭头 请你把1的部分留下来 0的部分去掉 它就是剩下1的 那你就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call到 这边来 这样子你就得分了 OK应该还好吧 期末考一许 如果考这一题的话 我刚刚看的就是 你一直call过来是27个 可能会有同学已经把27个先记下来 贴就贴 反正我要看就是看这个结果啦 然后我会回头看一下 你的公式 有没有这个 筛选也许你可以把它取消恢复回来 这个不加没关系 主要是你会这个方法 那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加分题 这个加分题就如果你有做 那我就给你加分 如果你没做呢 那我也不帮你扣分啦 反正你如果期末考考到这一题的话 你就是 不过我想应该很简单 你顺便学一下 最好什么一键完成 所以一键完成就刚刚的动作 你可以按下去 自动怎么样 帮你call过来就好了 不过我这个好像我刚刚有做了一件事 我把它变成名称 所以用名称 名称的话 这个做一下 然后名称按下去 你会发现一键完成 有没有发现 所以以后 假如那个人他上班的时候 他就做什么 写一个按钮 以前可能要做到下班才能交差的 结果他已经按钮的话 他可以下班前再按一下 那一整天其实他就有很多时间 可以做什么 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ok 所以效率其实大大提升 请各位试一下 黑名单 大概我们再来看这个按钮要怎么做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 看着一幅黑名单 对不对 这个范围其实如果 未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我建议你干脆把这个 这个范围变成一个名称 所以我们在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会出现 这个东西可以变成 黑名单三个字的名称 那我们可以用F3去取代他 那怎么做 第一个请你先把黑名单 这个范围有没有 从头到尾选取 游标放A1 先切到黑名单 Ctrl Ship向下 一样先把它选取 整个选取之后的话呢 记得A1一定要选进来 再切到公式里面的 从选取范围建立 建立的名称在顶端列 所以他会把黑名单 建一个名称 那他对应到的范围就是 A2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记得 这个公式里面的 这个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打勾 就好了 不要这其他不用打勾 这样子的话呢 他会帮我做什么 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名称 然后按确定 那你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看到有黑名单这个名称 他对应的就是这个范围 名称对应范围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如果把刚刚的公式 假设我把这个范围 重新再来过 我插入函数呢 一样用刚刚用过的Conif Range刚刚要切过去 再选 现在不用了 你直接按F3 他就会跳出什么 刚刚那个名称 那一样的啦 其实 如果以后你是一个名称的话 那你按F3 记得哦 这个是在这边按F3 这个F3才会跳出这个东西 那你就把这个名称选进来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名称呢 他以后就会代替那个范围了 一样可以自动找到 那criteria一样找到这个 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其实结果一样 但是呢 公式上面哦 相对的会比较怎么样 比较简短 而且是比较有意义的名称 那一般我们工作上 如果遇到那种 很大的范围 需要这样的选取的话 通常会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个范围 先定义一个名称 未来呢配合F3 去存取那个范围就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请各位 先试一下这些部分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我们来讲就是说 如果最后这个加分题哦 加分题我实际上有两个按钮就好了 不用太多 两个哦 我需要按下去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刚刚的东西查出来 那也就是说 如果前面资料有变动 你就可以怎么样 清除之后 变动完的资料呢 你就变把这个查询名单 也许又换一下 那你就是再到这边 按下筛选 它会自动怎么样 又帮你把它查完了 那这样的话 感觉其实还蛮方便的 其实只要变动前面的 那这个可以再把它改回来 这个有筛选嘛 把筛选移掉 它又恢复了 那要怎么做完 刚刚我讲的这两个按钮 其实这两个按钮的话 基本上呢 主要就是用什么呢 用前面讲过的那个开发人员 不过这开发人员可能要先叫出来 因为这边电脑会还原 你要把什么呢 上面的箭头 里面的什么呢 你还记得吧 这个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边开发人员 这个要把它打勾了 这个每次都要自己手动一下 那我们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做出一个黑名单筛选 应该还记得吧 那就是把那些动作 只要再做过一遍 录下来就可以了 可是哦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你只要做出一个动作 你录完录出来的结果 就会完全错误 而且还有一些风险 因为如果你录错了 可能会把前面的资料毁掉 好 之前有同学好像不知道录到什么 奇怪 前面的东西全部被删掉 可能他本来要删后面 就要跑到前面 就把前面的东西删掉 OK 所以会有两个聚集 一个是黑名单筛选 一个是清除 那这个做法 其实主要是 你要先确认 你的按钮将来会在哪里 如果按钮在这一边 那记得啊 你的游标 就要从这一个工作表开始 那你其实需要怎么样 在这边按下录制聚集 名称打上去 黑名单筛选 假如因为我有一个名称一样的 我就不改了 我就叫聚集按确定 那不过你按确定之前呢 你可能要先确认一件事 你刚刚的流程 你有没有很熟练 所以建议是先彩排过 彩排了 OK 没有问题 我们开始录制按确定 一先点选什么 把游标先切到查询名单 他会录下一行 什么呢 可能 许齿 查询名单 点slate 切过来 第二的话呢 游标放在什么呢 放在B2的储存格 第三个 动作不用输入公式 因为本来就有了 你只要打勾就可以 他会帮你把公式 直接输入上去 不能执行 为什么 可能你这边 刚刚这个筛选 记得要先取消一下 因为他还在筛选 所以你刚刚的 录制 NG的 NG怎么办呢 停止录制 重来 OK 这个地方如果你录错的话 比如说刚刚先确定一下 前面可能要先取消一下 再来 然后名称 一样 聚集一把他盖过去好了 然后1 游标放这边 2 放这里 再点一下 3 再打勾 打完勾之后的话 不能 执行 奇怪 不能执行 正在确认一下 但动作这样 之前有做过 OK 那请各位 我先试着把那个 我刚刚先讲的那个 名称定义先试试看好了 我先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好了 外面先还给各位 第1个查询名单 这边 这个公式可以不用删 但是你那个筛选的情形 这个一定要先取消 第1个先确认一下 游标先不要放这里 因为我如果放这边 你录制他就少录一行 所以记得把它摆外面 不要直接放这边 这个可能是因为你点击 他才会录一行 游标放那边的动作 但是如果你没有点击 他就没有 如果你原来放这边 他那一行就不会录出来 所以可能要 注意一下 录制的一些小技巧 然后我们确认这些技巧都无误的话 再来的话 不过这个按钮 你可以改个名称 那我这边 这个是 黑名单筛选 我先用这个名称来代替好了 那我们先做 第1件事情 这个先把它清除好了 好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就开始 录制了 然后录制的时候 按录制聚集 名称的话 我们叫黑名单筛选 按确定 开始就 就是 已经有救了 把它盖过好 OK 好 那再来的话 一 游标切过来 所以他会录一行叫 序齿查询名单 点 slate 二 游标放这边 他会录一行叫 range b2.slate 这个 动作一定要进去 否则的话 他可能就会找不到 三的话呢 就是游标放上面 把它打个勾 打勾表示呢 他把公式 加到程式里面 这个formula 是这个公式 然后呢 再向下填满 点两下 他也会录一个叫autofill 就是自动填满 填满之后的话呢 那游标再放在上面 做什么呢 资料里面的 筛选 筛选部分的话就留下什么 留下1 按确定 然后把下面的东西选取 所以游标再放在A2 那可是选取的时候记得 你不要用滑鼠选 我是建议呢 你用 Ctrl Ship向下 用这样的方式选 因为如果你用滑鼠选 他会 光拉一个 他就录一行 所以这会录很多很多行 那如果CtrlShip向下的话 他就是会把范围选取 就录了两三行而已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尽量 录制的时候 还是用快速键 那是快速键可能要记一下 Ctrl Ship向下 再来什么 Ctrl C 当然你也可以按右键复制 不过我习惯还是用Ctrl 用快速键 好 那再来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切到 查询结果 所以会录一行 Ship 查询结果 点Slate 然后在 游标放A1 所以 Frange A1 点Slate 然后呢 把它贴上 Ctrl V 好 就 完成录制了 那完成录制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切到开发人员里面 把它停止录制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就完成 第二个的话清除 所以清除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是 把这边的名称 这个名称的部分 我一样 先把这个名称 拖揽一下 好 清除很简单 前面有讲过录制聚集 清除的话其实就是 给个名称按确定 然后把这个范围 游标一样放A1 Ctrl Shift向下 记得你不要 也是这样 建议用那个 选取的话呢 用 快速键 按个Delete 好就清除了 好 停止录制 那我们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 切到他旁边的去期 可以看到 刚刚录下来的两个 清除跟 黑名单筛选 那我们可以先执行看看 可不可以成功呢 有过来 但是结果好像 没有其实是因为那个残影的关系 是有成功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其实有成功 好再来的话呢 清楚 再执行看看 OK 那最后的话当然我可以把 两个按钮做出来 跟他对应一下 好这两个 最后都会按一下 OK 清楚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好像有个残影 所谓的这个残影是为什么 其实你切过来好像没错 但为什么会有那个残影 主要是因为 他一边跑 一边会有画面更新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呢 当然 你不希望说那个残影出现的话 你可以在这上面多打一行程式 Application 指的是Excel Application 电 电什么呢 Screen Updating 它里面有一个属性叫 画面更新 等于Force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帮我更新画面 反正你就跑完之后 再一次告诉我结果就好 否则像刚刚有残影 对不对 如果你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 现在开头把它的Updating关掉 在结束的时候呢 记得再把 画面更新打开 否则的话 如果你不打开 以后呢 该更新的画面 他就不更新了 那会变得很奇怪 所以也许可以加这两行 那也许我们把它再 清除试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就不会有那个刚刚的残影了 刚刚还会让我误会一下 是不是有错啊 OK 这样的话呢 其实只是加了两行程式 另外当然更完整的 如果说 你更细心的话 其实你甚至可以在 每一行每个动作的上面 多增加12345 这些叙述 那这个是所谓的前面只要单引号开头 就是一个注解 意思就是说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先在上面 每一行的上面 再让你知道 以后下一次呢 就可以知道说你录了什么东西 可以回顾一下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是利用 所谓的 录制聚期 做出我们要的一个 自动化的结果 那这个方式的话呢 其实我是觉得相当的方便 如果你工作上呢 懂得会利用这些 聚期 帮助你达到工作的自动化 那其实 在工作效率的提升上面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你目前我上课遇到的 那个 这样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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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